台灣營養師 歷月慰話 鈣質的補充 不只影響新高 成年之後 還關係到骨質流失的速度 但是鈣質 並不是食越多越好 還要考慮吸收率 要正確補鈣 需要做好以下五件事 早晚一杯奶 一杯240cc牛奶 含有240毫克的鈣 早晚一杯 就可以滿足一半的鈣質需求 每餐一份豆製品 他建議每餐可以選擇半碗黃豆缸 半碗傳統豆腐 或者兩塊油豆腐 與肉類相比 你的食物體積大 飽足感高 還可以降低膽壓質的攝水量 每日至少半碗 低素酸蔬菜 蔬菜裡面的素酸 會與鈣結合 降低鈣質的吸收 而芥蘭 油菜 小白菜 椰菜花等十字花科蔬菜的素酸含量 低過0.1% 可以幫助鈣的吸收率提高 補充維他命D 現代人日照時間不夠 容易出現維他命D缺乏的問題 而維他命D 有助於鈣質的吸收 平時可以多補充 三文魚 臭到魚 雞蛋 全脂牛奶等 含豐富維他命D的食物 避免隨意復用蝟藥 鈣質吸收 仰纳胃酸的輔助 而蝟藥 就會抑制胃酸分泌 和中和胃酸 因此常計復用蝟藥 會導致胃酸不夠 影響鈣質的吸收 目淡 政τά 是 工人 qu legit 製成 隐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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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隐れ